杨谦华曾公开表示 我有个朋友 趁我出差的时候 把我喜欢的男生介绍给了别的女孩 从那以后 我跟这个朋友就不来往了 此话一出 很多人猜测这个男生就是陈奕迅 提起娱乐圈 友情以上 恋人未满的感情 就不得不说到陈奕迅和杨谦华了 两人虽然止步于爱情的开端 如今也都找到了各自的幸福 但辗转多年 依旧可互称为知己 是很多人心中的一男平 1995年 两人在参加一场歌唱比赛中认识 第一次见面时 陈奕迅的热情 差点让杨谦华与其母亲都以为 她是个骗子 然而也正是这次的经历 让两人一见如故 比赛后 陈奕迅获得了冠军 杨谦华获得了季军 两人一起签约了同一家经纪公司 这段时于微时的感情从此展开 彼时的二人正值青春年少 性格投缘又是同样才华横溢 再加上那段日子的相处 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开始升温 但年少时的爱情是微妙 而又朦胧的 或许两人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 又或许每个人都认为时间还长 殊不知 爱情是场机遇 转瞬即逝 在她闪现时 很多人都来不及做准备 但错过一次 也许就是一生 正在两人之间的情愫暗暗思长 在两人的关系 正要明朗化的时候 杨谦华却被公司安排出国深造 这一走 那些还没说出口的喜欢 注定只能成为遗憾 就在杨谦华在国外的这段时间 两人的共同好友和超姨 把陈奕迅介绍给了自己的好姐妹徐豪颖 自此 杨谦华与陈奕迅再无可能 而关于两人到底 有没有在一起过这个问题 其实很久以来 大家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直到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他还是送给了杨千画一份最独特的礼物 他一袭白色头纱出现在宏馆演唱会上 演唱一首 姊妹 为他送嫁 这个场景感动了人 2011年 已经怀有身孕的杨千画上台领奖 总是固执地称呼他为杨小姐的她 终究那次还是改口 说了句 恭喜你 我最喜欢的丁太太 曾经两人是彼此的年少欢喜 却经过岁月变迁 转为了更深一层的至交好友 幸而如今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幸福 有一种感情不是爱情 却胜似爱情 特别禁止 谢谢大家